在山东省资博市的西部 有一座周村古商城 这片身受儒家文化浸润之地 是中国商业的摇篮之一 春秋时期 周村的前身榆林 已经是齐国的一座大城市 附近百姓都会拿着家中物产 到城中集市交易 岳王勾建复国后 范里隐姓埋名 辗转各地经商 当他来到周村时发现 这里的人们做买卖 都只用眼睛孤测分量 很难做到公平交易 一天 范里走在路上 无意中看到一位农夫 正从井里打水 手中木桩的两头 一边吊着一个木桶 另一侧系着石块 木桩两侧上下摆动 取水既省力又方便 范里受到启发 造出了中国第一杆秤 从此市场上便有了 计量货物重量的工具 指点提起来 后面是这个秤盘 前面是秤坨 秤岗上又有心 秤的出现 让货物交易变得公平合理 但范里又发现 一些投机商人 会在秤上偷偷动手脚 让顾客买到的货物缺金少两 于是他巧借 当时人们对天地神的敬畏 重新制秤 古代一斤为十六两 秤杆上共有十六颗准星 分别是象征天的南斗六星 象征地的北斗七星 和象征福禄寿的三星 我们有三星要服务寿 如果你缺了人一两 就缺了服 缺了二两 就少了路 缺了三两 就短了寿 这是对于周春大街的商人们 从道德上一种很好的约束 这位周春商人 他几百年来 他是以德利商 这个德里面 首先第一位的是讲究这个诚信 他是以意志力 做好商人之前 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利商先利人 天地一杆秤 三持有神明 唯有光明正大 不欺人 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生意也才能做得长紧 范里志秤 不仅为后世商业制定的规则 更树立了君子爱才 取之有道的儒商精神 在范里后半生中 他三次成为巨骨 又三次散尽万贯家财 成为后世商人的楷模 被奉为文才神 永享香火 两千多年时光中 岁月更迭 世事变迁 孕育于其鲁大地的商道文化 与儒家精神 在周村古商城中交汇相融 滋养着这方水土 文明于世的瑞福祥就是从这里起家 1869年 刚满18岁的孟洛川接手打理瑞福祥商号 一天店里来了几位盲人顾客 孟洛川赶忙上前招呼 他们就讲了我们是盲人 我们看不到尺寸 所以说我们到其他家去买布的时候 经常会受到缺尺短寸的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说做完了那个衣服 很紧 穿在身上特别不舒服 听完这番话后 孟洛川感慨良多 思前想后 他决定在尺子上做文章 来解决这个问题 瑞福祥的尺子要比标准的尺子长度来一寸 我们呢 这个也被老百姓称为叫良心尺 那您看到这上面刻着的字 天地 天与地 孝替忠信 礼一连尺 这是八德 天地之间有八德 对 天地之间有八德 每天我们在叫化我们的店员的时候 就告诉你手里拿的是天地良心 看上去是亏了 每一尺亏了一寸的布 但实际上是每一尺就赚了一寸的良心 没错 没错 您这话说得太得了 晚年时 人们向孟洛川请教他成功的秘诀 他感慨地留下了十六个字 财字道声 立元一曲 大商无算 至成至上 吃亏是福 吃比受更为勇福 那你今天你可能多给人吃了 以口碑传出去 所以我们瑞夫想卖的是口碑 我觉得这是大智慧 这叫舍还有德 一把良心池刻的是心中美德 良的是世间取舍 靠着这把池 瑞夫想在商界中赢得口碑 生意越来越好 后来陆续在中国各大城市开设分店 成为世人称道的商道典范 在山西齐县晋商老街的 渠家大院中 还保留着诵读家训的传统 古老的真言 凝聚了渠世先祖的商业智慧 更包含着晋商崛起的奥秘 十七世纪中俄万里茶道兴起 瞿元朝经营的长玉川茶庄 因为品质过硬 没用几年时间 就让川字牌茶砖声名远播 瞿家也因此获利颇丰 当时齐县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家有千两银不如茶庄有个人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 一时间市场上出现了各种仿制穿字茶的产品 而且质量参差不齐 一天晚上 常玉川各个当家掌柜齐聚总号 大家提议 不如禀告官府彻底搜查 如果不告官 就以低价销售策略 击垮那些仿制茶商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 瞿元朝当众写下一个字 写了一个和字 和字的意思就是大家和气生产 既然说大家都想挣钱 就大家一块儿挣 但是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维护好产业的品质 共同把这个船子牌一直要延续好 行一人之意换众人之力 瞿元朝做出了选择 第二天 他逐一登门 与各个仿制商家说清利害关系 并把制茶技艺和要点清囊相受 从此 川字牌茶砖成为旗线茶商共有的品牌 穿了是水之汇 汇聚层穿 就是以防冲之心融摆穿 就是到鼎盛时期了 因为这个穿字牌销量特别大 最大的时候达到四万亿 每年四万多的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很长一段时间里 在俄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 川字茶成了有钱也难买到的抢手后 在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当作货币使用 由晋商茶叶贸易带来的收入 占到了清政府对俄贸易总额的七成以上 取元朝更成为制茶行业的侨处 每年盈利颇丰 如今在齐县晋商老街上 长玉川老茶庄依旧保存完整 这座占地两千多平方米的宏伟建筑 标凉化洞大气庄重 茶庄内存有一部行商一样 记载着曲家几代人总结出的经商之道 堪称一部传统商业教科书 卫商谷把天理藏成心上 不满老不其有一曲四方 这个呢就是我们晋商茶商 整个的一个经商之道 行谷亦可惜如 商道即是世道 明清时期从期限崛起的晋商 曾一度位列中国十大商帮之首 足迹远至俄国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各地 他们开设商号发展票号 汇通天下 创造出无数商业传奇 福建永春是中国著名的桥乡 过去几百年间 从永春走出去的华侨 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 四十七个国家及地区 人数多达一百三十多万 那时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 有着自己的做人做事准则 对待同乡 他们相互关照 重情重义 对待顾客 他们信守承诺 同手无期 对待同行 他们追求公平正义 不恶性竞争 获取财富的同时 也懂得回馈社会 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 让他们在海外 闯出了名声 收获了口碑 赢得了无永不开示的美誉 在下南洋的鼎盛时期 银杏合一的桥坯是华侨与远方家人沟通的重要纽带 一封薄批几句问候 若干辛苦钱 既烧去了心意 又报了平安 寄托的不仅是对远方父母亲儿的关怀 更是对故土家园的深深思念 当时永春五里街有几十家乔批局 风济乔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 1938年 永春全县乔汇三百七十万银元 风济经手的就有九十万 约占永春县的四分之一 1941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 许多东南亚国家卷入战火 当时 风济乔批局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尼 缅甸等地的分支机构 都遭受重创 许多店员葬身炮火 大量乔批单具失踪 被毁 损失 惨重 钱被拿走以后 就变临一个问题 怎么讲信用 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 对我们的桥卷 交代 风济乔批局的老板 孙辉贤 在南洋打拼多年 深知华侨漂泊在外的艰辛 为了不复同胞信任 抗战胜利后 他决定以一己之力 担负起损失 就是炸锅却卖铁 清家荡产 也不能让桥卷 桥卷失望 战乱之后 物是人非 当年的雇员和季批人 大多已罹难或失去联系 封济乔批局的伙计 每到一地 都会先发通告 再开始寻找 一封乔批 通常需要六七次的 奔走核对 才能确认 当所有消息核实汇总后 孙辉贤又让上海 厦门 泉州等地的雇员和宋批员 开始寻找收款人 然而 满目疮离的家园 故人心有 已是难寻 许多人因战乱远走他乡 许多人因祸别太久 以阴阳果格 为了寻找收款人 封济桥批局耗时多年 历经艰辛 才把十多万元侨汇 全部罪负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 损失太多 这个风济 巧匹局啊 就是很耐心 他说我们呢 只能这样做 不这样做 我们就不像一个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们是讲民族正气 讲大义 逐利不忘义 是永春商人成功的重要原因 也是无理接人的做事准则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传承着先走的智慧 面对任何抉择时 心有方圆 游取游舍 杭家湖平原北部太湖之南 有一个名叫南巡的小镇 这里出产的吉里湖丝 是丝中吉田 明清时期 作为中国最大的蚕丝贸易中心 洁白细刃的蚕丝 给古镇带来巨大财富 四项八牛七十二黄金狗 是当地人用动物的大小 来比喻财富的多少 当时南巡四项的资产总额 超过了清政府 近一年的国库收入 生于道光年间的刘庸 就是四项之首 刘庸自幼家境贫寒 少年时他白手起家 开设私行 买卖刚开始时十分不易 但他宁可自己少赚钱 也不让百姓吃亏 四乡八林的私农 都愿意把生丝卖给他 刘氏年谱中 记载着这样一段往事 他有一次在店里 开到这个湖几呢 收财室 收信了 秤的时候呢 这个秤啊 好像偏这个东家 东家便宜了 那么他开到了 就是跟湖几讲 以后我们不要偏要公道 宁可把力让给老百姓 虾民辛辛苦苦这么几个月 我们不要去为一堆小力去可口虾民 他就教训这个儿子 以后你做生意 要秤必宽 侧必紧 要善待 这个湖民 善待百姓 大的东西 我们拿到上海洋行里去卖 这个大的 大商业呢 也跟他们谈 不能够马马虎虎就 便宜就卖给他们 寸一宽 尺一紧 不与百姓争利 和大商家做生意 讲规矩 明算账 这样的经营方式 让刘庸的生意越做越大 后来 他在古镇上陆续开设了十几家分号 每一家都门庭若市 良好的口碑 让刘庸在南巡声明确起 也让他在生意圈里 打出了名号 有一次 一位上海的商人到南巡进货 不小心把装有货款的行李 落在了刘庸店里 刘庸发现后 马上派人去寻找施主 物归原主之时 这位商人还没有发现 自己遗失了巨款 新唐的这个商人 对他很感动 从最开始之后呢 刘庸也得到了他的帮助 有一年 曾国藩要到上海来办这个研议 把这个消息告诉刘庸 那么刘庸就在这一年 开始做研议生意了 所以这个商机按我现在话讲 对这个刘庸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刘庸一生交友天下 在朋友的支持下 他的生意日益兴旺 对待相亲父老 刘庸也始终怀着一颗仁义之心 有一次他带人去外地进货 没想到当地正遭受瘟疫 灾情十分严重 本要继续赶路的他 当即决定留下来 为百姓做点什么 刘庸呢 开开这个难民呢很多 那么他就 把一部分钱拿出去 给难民 你们去生活去 因为年终这个农木器冲天 天面就会大了天 他呢就发了虐节 差一点 影响了他的生命 老百姓为了感激他 在这个体验边上 造了一个纪念词 生活中的刘庸十分简朴 不太讲究吃穿 所以并没有给南巡留下 什么传世菜肴 但他却把以意为利的传统 留给了后人 刘氏后人不但广设一仓 开办一学 还出巨资修建了当时 中国民间最大的 私人藏书楼 他们堪坷古籍 却并不以盈利为目的 总是无偿赠送 还专门雇立一名职员 负责免费邮寄 直至今日 从南巡走出去的人们 还依然传承着祖辈的传统 顾家脸的祖辈 是南巡著名的商人 现居香港的他 只要有时间 就会回到家乡 到祖辈的老宅里 去看一看 我爸爸当年回到南巡来的时候 他看见这个时候 他就叫教堂 我什么叫教堂 我以为是教堂 教会的教人 他说不是 这些有些乡村的人 有需求的话 不用去定时间了 他们都跑到这里来 跑到这里来 把名字写下来 就坐在旁边 这两个负面 坐在等 然后等一会有人就跑过来 叫人名字 顾家脸 那么说起来了 就跑进去 有什么事情 就跟他们去谈 为什么呢 好像有点色谓责任吧 我想 顾家脸虽然自幼 在香港长大 但祖辈传下的古老家训 却在他的心中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妈妈小时候跟我们说 我们姓顾的后辈 有这个责任 有这个责任 不要把先祖做的好事情 变成坏事情 我们要不可以做坏事情 不可以贪便宜 不可以骗人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事情可能不做得不多 起码不可以做坏事情 在顾家脸的心目中 最让他感到自豪的 就是祖辈创办的书评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 不仅是顾家得诸社会 还诸社会 家训的最好体现 更传承了南巡人 利益风鸣 汇集后人的精神追求 民国时期 曾经盛极一时的顾家 一度衰败 顾前林的父亲 顾淑平 在林中前叮嘱儿子 一个人不能无钱 不过钱要赚得正大 得诸社会的 必须还诸社会 父亲的疑讯 自自入心 在此后的日子中 每当遇到困难 父亲的丁宁 都会在他心中响起 经过十多年的辛苦打拼 顾前林终于重振家业 他去想起父亲的疑忠 我这钱要来干嘛 我要围包碎尾 纪念父亲的一字 畅烈 说评蒋玉京 乱世之中 顾前林在上海的企业 局部维艰 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 他也没有中断过 奖学金的发放 这不仅是对父亲的承诺 更是对社会的吸引 日本侵略者 他冻结了顾前林 所有的家产 为了把食品奖玉京 自细地办下去 他就变卖了部分的流动资产 他的老婆变卖了 自己的这个水色 变卖了这个钱 就帮助丈夫 把食品奖玉京办下去 共和国成立后 书评奖学金的资助范围 从上海扩展到了全国 陈毅元帅听闻后 深受感动地说 要把这位顾先生请来 我要推他上座 向他三鞠躬致敬 1995年 顾前林辞世 临终前 他还捐出一千万港币 增补奖学基金 流与后世 如今 书评奖学金 已经成为历史悠久 资助者众多的民间奖学金之一 近百年时光中 让数万名学子深深受益 他们当中人才辈出 很多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国务院前副总理前其称 少年时就曾是书评奖学金的获得者 南巡中学的校使馆 记录了当地捐资助学的发展历程 我们南巡呢 在自古以来 就有这种以财技财这样一个传统 那么这边呢 我们新时代的巡商 办了南方奖学金 还有巨人奖学金 等等一系列 其实奖学金 其实在南巡啊 不是一个个案 其实是一个群体性的现象 他们认为做这个事情更有意义 更能够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 南巡中学副校长包立刚 也曾经是书评奖学金的获得者 初中时获得奖学金的经历 一直是他专心治学的动力 参加工作后 他也投身于书评奖学金的工作中 因为我们获奖了以后 更多地去想一想 我们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 我们的孩子 自从他们获得了书评奖学金 了解了书评的历史 他们开始考虑 我在这个世界当中 应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而这个时候要更多考虑的 不再是我 而是世界 而是别人 以才计才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这不仅承载着南巡仙人 达责兼济天下的追求 更是激励后来之人的典范 千百年来 关于义与利得与舍的问题 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这把义利之耻 量出世间的善与义 长存于每个人心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